婚外情等等 基本上目前看不出一些具體的實據 台灣媒體對情剛暫時的消失 或者是這一陣子我們都不見人影 我們最近看到的它官網上的記錄 最近一次的出訪是5月時候的一個記錄 台灣媒體也的確眾說紛紜 但是我舉個例子 這是自由時報的報導 我們現在如果到網站上去看這個報導的時候 已經找不到這個網頁的自由時報撤掉 自由時報怎麼講 講得很聳動 涉及到了普丁 也涉及到習近平 說情剛涉及叛變 先不管說他有沒有 情剛有沒有叛變的這樣的實力跟可能 唯一的證據是什麼 情剛遭中國外交部官網除名 證據是說主要官員的這個網頁 竟然看不到情剛的名字 所以他被官網除名了 他是外交部長 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上面 對情剛他有一頁特別介紹 情剛當然不放在這一頁 長久以來不管這個外交部長 是叫王毅還是叫做情剛 一直都是如此 這個東西其實在推特上 已經流傳了好幾天了 五六天了 然後台灣媒體 自由時報 新頭殼 還有另外一家媒體叫什麼阿波羅之類的 就把推特的謠言當做事實 你自己上中國大陸的官網 我們又不是網路背禁 你不能到中國大陸的網上去看 去看一下你就知道情剛的活動 不管是他打電話給誰 或者他出訪他見了誰 所有的訊息還在哪裡 外交部長的名字 情剛兩個字都還在官網上面 所以這個就有一點是指入圍 那中國大陸基本上 你會發現他有一些官方說法 要不就他寧可不說 如果他說出來的話 他不能說謊 以免事後被打電 那現在官方的說法是什麼 就是說他是生病 所以他敢講出生病 這樣的一個說法 也就是說他們知道 到時候等到情剛的這個疑雲 被揭幕的時候 不會跟目前這樣的一個 這個生病的說法是衝突了 那中國大陸智庫的朋友是說 他們所了解的是生病 那這個病是怎樣的病 是不是像安倍 第一次認首相的時候的 那個身心病類似 因為更是各樣的政治壓力 個人的一個情況 所以造成身體有那個 血球的一個效應 像我過去任職工部門的時候 說實在情剛消失還不算久了 我曾經連續向議會請假了 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都沒辦法出席 遠遠也超過一個月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等著看 至於這種就是指鹿為馬的謠言 我覺得我們大家就看熱鬧 把它當作熱鬧看看就好 OK